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黑光眼睛的頻道 我是粉絲 今天來玩的是記憶的怪物啦 上次說到有一件事情要發生 但還不知道是什麼事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這次啊他要講那個事故吧 一起在車站後車時 自己因為受到人潮打鬧推擠差點掉落月台 這時哥哥為了將他拉回來反而因重心不穩 就這樣 哥哥下去了 來不及道歉 永遠底 尖叫聲 血 肉 氣味 此是瞬間的事情 除了哥哥以外其他的事都能夠拋棄 哥哥已經逝去的現在 再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動搖自己了 我們雖然知道 但是第一次 只是這麼直白的敘述 往日台裡的那一瞬間 是我看到他的最後一眼 等我爬起來的時候 只剩下四周傳來的尖叫聲 後續調查只能猜測哥 也許是重心不穩才掉下去 那是不幸的意外 完全沒有人在怪我 但不是那樣的 如果哥不救我的話 都是因為我那無聊的便扭 甚至覺得被拋下了 哥 是我害死的 哥剛死掉的那個月 每天早上起床時都會吐 像覺得自己很可憐那樣的 哭個不停 明明最痛苦的是哥 我讓他遭遇那種事 我真噁心啊 阿姨614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頭跟臉 自己差一點望著眼前面無表情 但動作卻十分溫柔的阿姨614 應該大概只企圖要來安慰自己 阿姨614 我決定不要再哭了 犧牲哥換人的生命 也不允許毫無意義的拋棄 所以 每天都要開心得過才行 可是他沒有 沒有 沒有達成這個目的啊 足球 倒是不必再練了 本來呢 就是用來追逐哥的道具而已 阿姨614你也是 我總是說服自己 是為了媽才繼續留下你的 但 你的存在 的確有讓我好過一點 我想不出來 你該受到懲罰的理由 所以說 就是因為救我才死掉的 你希望受到懲罰嗎 但是你看起來 已經很痛了 阿姨614你明明 連什麼事痛都不知道 沒有人後悔的 不要代替哥說 你不能 這是我的結論 喔 他的結論 所以這是身為小可愛的他的結論 可惡 阿姨614的衣精 用力將對方壓住草皮 咬著牙 烏噎從此縫蹦出 每晚自己都會夢到那一天 站在月台上的人群中 反復注釋那一瞬間 明明將轉頭 卻怎麼樣都無法移開視線 逃不掉的 我甚至不能希望死掉的人是我 哥不希望這樣 我不希望你死掉 你 斯亞的聲音 然後將頭用力埋往 阿姨614的胸口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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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那哭完應該會好一點 然後他的配音實在是有點 催淚 該道歉的人是我 我 那個時候 明明知道那時候會讓你難受 就還是這麼做了 真的 真的 你說 哪有個時候 你到底 你到底 阿姨614 身手 不像自己的後腦 非常非常溫柔的 摸弄頭髮 就跟真正的哥哥一樣 閉上眼 你看到客廳的家具換人心 椅子換掉了嗎 我回來了 小陳回來了 怎麼突然換沙發 那舊家具是不是直接給他吃了 不然舊家具要回收很麻煩 還要叫人客運來 然後你要搬到樓下還是怎麼樣 那個麻煩死了 如果有他剛好吃一吃 有沒有增加回憶 增加能量 正好 是沒錯了 從房間走出來的R1614 明顯有些碎眼腥鬆 頭髮也翹成鳥巢 一醒來就要吃 真像小孩子呢 之前的桌椅都放在倉庫裡 拿出餵給R1614吃吧 以後家裡所有東西 都可以拿去吃沒關係 再買新的就行了 哎呦 欸 我以為弄壞椅子的事情 我怕會生氣 說什麼呢 傻孩子 讓R16142肚子是不行的吧 好不容易才讓他回來的 媽媽用平穩的笑著這麼說 果然這樣子下去 失所中 這次周小開始播放起 城中醫療集團拖播的廣告 小開心的醫療開發 已經步上軌道 我們將考慮擴大服務範圍 喔 所以我們也會搭載這項新服務嗎 想再見一次 已經無法相見的人嗎 接中 最近小開心的廣告好多啊 嗯 誒 城紙耶 那個啊 那個人工智能生物 可以擬太成人類的那個 知道吧 他一定不知道 偶爾也會在路上看到 如果沒有遮住條碼的話就很好辨認了 是嗎 那種東西隨便啦 我要去買紅豆餅 看會不會撞到那個啊 好開心 撞到R1614 不是挺有趣的嗎 看到的時候心想 啊 科技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了呢 我就是個模仿人類的怪物 我不懂有趣在哪裡 這麼說就一竿子打翻所有輔助人類工作的機器囉 現在也有擔任旅館櫃台跟在監控環境中作業的機器人 只是長得不像真人而已 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為人工智能生物 這個名稱聽起來比你聰明 所以嫉妒了吧 哈哈哈哈 有點好笑 笨蛋 才不是 我說的是那種徹底模仿人類言行拘止的部分噁心啊 尤其是小開心 那種東西我只感覺到惡意 啊 惡意 不要只在這種地方露出有興趣的表情 啊 真是 總之 那種東西根本沒辦法給誰安慰 到底誰設計的啊 真想扁那個傢伙一頓 那是沒有遇到那個需要的那個人吧 你倒是很清楚嘛 哼 這跟你老師攻擊阿成 滿嘴哥哥來 哥哥去的行為有關係嗎 有嗎 哼 哼 這什麼傲笑的臉啊 好奇怪喔 哼 你也太好懂了 啰嗦 我只知道這樣很蠢而言 人都過世了 再一直回顧的話根本就走不出來 那也是好意喔 尤其是像阿成那樣習慣集中火力 往一處攻擊的傢伙 一旦走進死巷 就容易被堵住 哈哈 真不愧是對手的分析 俗話說得好 最了解自己的不是朋友 而是敵人 我又沒有把那傢伙當成敵 你不想說自己的事情也沒關係啦 但對阿成就不要那麼嚴苛了 誒 那個不是阿成嗎 誒 要碰面囉 誒 真的 跟朋友在一起的樣子 不是朋友喔 不對不對 那個是 千情哥 別開玩笑了 阿成他哥不是已經 我應該不會認錯才對 那個模樣的確就是 阿 阿直 要見面囉 有什麼人朝自己衝了過來 正確來說是查RE614衝了過來 對方一把抓住RE614的外套領口 用力掀開 你做什麼 快放開 果然 這家五是人工智能生物 喂 阿直 你放手 阿成 你果然去申請了嗎 阿 之前查到的實驗家庭計劃 從層次後方追上的伊登下 跟陸技衝衝的前人比起來 露出的是擔心與少許困惑的模樣 既然被當場看到了否認也沒有用 光姐現在申請小開心的人這麼多 應該也不是一件被特別責備的事 我說你啊 還要被亡魂抓住多久 為了這種東西左右自己的未來 你要開玩笑啊 煩死了 不要這樣說RE614 他真的是很關心耶 然後又很兇 幹嗎老針對我 有時就好好說清楚啊 現在還嵌入到別人身上 任意退身的事情 的確是我不好 但要申請什麼 不是要經過你的同意吧 而且 阿直 你到底是在對誰生氣 層次停了下來 緊緊蠕動嘴唇 僵止了在原地 最後垂下肩膀 用一種壓抑憤恨的語氣突出 我這麼想知道 就告訴你也沒關係 但我不想讓這個機器聽到 抱歉 RE614 你可以先自己回家嗎 好的 那走了 好乖 排614 並會做出任何抗議 死分乖巧的 或者說像個大人風放的 轉過身 乾脆的離開 之後自己沉執於伊丹下 算隨便找了今天 最近的速食店進去 感覺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 應該是跟沉執還有 千禽有關之間的事情 這是Burger King吧 Bugger King 雖然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掩人耳目 但伊丹下人 就細心的找到最理側的位置 雖然頗靠近廁所這點令人在意 但這也沒辦法 在隨便點的餐 全部端上說後 就等成績開口 他家 那他就有資格說話了 沒想到沉執的告白如此具有衝擊性 也沒想到態度都很強硬的對方 竟有這麼不安與壓抑的一面 所以他是第一代嗎 原來如此 不會啊 只要去殯儀館走一圈就好了 是透過藏儀社嗎 而且城中財團是醫療法人 旗下有醫院 醫院跟藏儀社的關係 本來就很緊密 原本透過醫院的資料去聯絡也可以 但畢竟在正式許可下來前 都不算是醫療用品 所以要轉一圈透過藏儀社中介 我說的對嗎 嗯 你還真厲害啊 的確是藏儀社推薦的 既然是一年前 那小開心已經退回去了嗎 現在的確已經不在了 但不是因為時間到了的關係 是死掉了 哇 哇 嚇死誰啊 我家原本是很普通的家庭 爺爺奶奶爸媽跟我三代同堂 然而有一天 很突然的那個人 我爸失業了 為什麼他要講他是那個人 像是失去了生活目標那樣 整天在家喝酒 我媽受不了就離家出走了 之後我爸整個人都崩潰了 變得易怒暴躁 然後揍我 從那刻開始 那個人就不再是我爸了 我曾經在被打時還手過 結果反而被揍到那個禮拜不能去學校 哇他真的很弱 把我們也輸打百輸 這樣怎麼可以 那個人開始很少回家 出現也都只是吵著要錢 一年多前 他死了 緊急來通知的時候 我並沒有任何感覺 反而像是鬆了一口氣 好像是惹到哪個黑道什麼的 但後續到底警方查的怎麼樣 我不是很關心 不過爺爺奶奶 就像心死去般的悲傷 後來他們聽了葬儀社的推薦 加入了小開心實驗計劃 我們家成了第一波的實驗家庭 這個實驗從最初開始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很奇怪吧 我們的感情資訊 會變成成沉中財團的私有物 而且 就算那個人是多麼過分的傢伙 就算被他傷得那麼深 爺爺奶奶依舊愛著她 希望她能夠再次回到自己的身邊 喔 該不是他動手殺了他吧 需要為是回憶物品的小開心 開始能夠正確地區分周遭的人 同時也能夠進行簡單的日常繪畫 但是 我開始害怕起來 只要看到那個東西 我就會一直想起那個人過去是怎麼對我的 若是之後小開心的你太越來越像 那會不會又開始揍我呢 對呢 我討厭他 我很確定這一點 就這樣 家裡的物品逐漸變少 實際上真正有用的記憶物品不多 因為那個人幾乎不回家 而且帶在身上的遺物 還扣在警方手裡 很快的 小開心的食物就不夠了 沒過多久 就變得無法動彈 仿佛死去一半 直到最後 恢復成最初的白色方塊 喔 看到那景象 我 我 卻哭了 明明只會帶來痛苦跟屈辱的那個人 卻也讓我想起來 他曾經也有溫暖的地方 但為此感到痛苦的自己 是軟弱的象徵 所以更加的憤怒 與不甘心 而那些曾經美好的東西 也都被吃掉了 消失了 完全不存在 可以問個問題嗎 嗯 阿直家的小開心 實際上到底運作了多久 總申請到家 到停止運作 大概一個多月 我總覺得遺物會 不夠遲 才一個月 我家的狀況可能比較特殊 畢竟遺物的量真的很少 維持的時間短也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有一點很奇怪的是 關於一年期的限制 雖然規定的時間是一年 一年內可以自由退回 但超過一年怎麼辦 會強制把擬胎的人帶走嗎 你們當初契約書怎麼寫 沒有特別的懲罰條款 所以我就在想 萬一有人不退回呢 絕對會有人這樣的吧 但實驗機構顯然不擔心 申請者這樣做 因為早就知道 一般的遺物量 剩不過一年吧 大概就是那樣 而在小開心死亡的那一刻 家屬真的有辦法把它當成 一個普通的方塊嗎 我 雖然很丟臉 但連我都沒辦法辦到 即便我到現在都還恨著那個人 阿成 你跟我不同 是很喜歡哥哥的吧 在你把那個當成替身的時間點 就已經 我們 我沒有把R1614當成哥哥 他很重要 但可哥哥還是 就算我把他當哥哥 可以為他付出 我覺得我們比較偏向 我們有把R1614當成哥哥 還是跟他 我們還是一直認定 在心裡認定他是有一個成敗 我沒有把R1614當成哥哥 這種事情 你該說服的對象不是我們吧 是你自己 這天的放學後 R1614又走來接自己 最近對方常怎麼做 總是算準他走回來的時間 在路上精準攔截 而且最近R1614喜歡摸他的臉 頭跟臉 就跟哥哥平常做的一樣 就是這個 那不應該 不應該寫成第三人稱 他應該寫成摸我的頭跟臉 連第一人稱真的會 俗的比較順很多 我不知道他在這用第三人稱 是有什麼韓 萬一搞到最後 對方決定立刻 拒回R1614的話 媽媽會很困擾 你看 這句又是第一人稱 那第一人稱跟第三人稱真的有問題 人工智能生物與人類之間的界線 亦以為能夠分清楚的 但就在還有一次持續進化的同時 之前也變得模糊 但會開始做夢 他應該不會說這句話 應該說我不知道這個問題還是什麼 他在浴缸裡面說的那一個 確切的句子 在自己的想像中 R1614的睡眠有點像 把電腦開啟睡眠狀態 可能這樣還能接生能源吧 R1614像是有點抵抗去醫院的樣子 其實自己也是 總覺得研究員會說出自己不想聽到的話 卻無法去關心R1614的狀態 你都做什麼夢 有夢到什麼很在意的事嗎 我想吃冰 來冰淇淋吃吧 喂 話題轉得太硬了 而且今天很冷耶 用跑的就不會冷了 這是重點嗎 好 他們還是跑起來了 R1614在說完話之後就突然跑起來 自己目可奈何了 只堆在對方身後 雖然被電不算太遠 卻也是跑跑了五六分鐘的距離 我總覺得是在訪哪裡啊 忠孝 文湖縣附近嗎 那 應該是文湖縣的某個地方 學完戰後 兩人就坐在通往住宅區的階梯上 迫不及待拆起盒裝冰淇淋 我為什麼要吃個冰 又這麼累啊 哈哈哈哈 你還真開心 這麼想吃冰嗎 因為很久沒這樣盡全力跑步了 很久 踢球時不就需要全力奔跑嗎 不算是難得的事吧 很久沒踢球了 沒上場 怎麼 感冒了 冷風吹到臉上 加上剛才跑步流了一點汗 反射的也打了一個噴嚏 抱歉 還是不該吃冰的 沒關係啦 要是感冒的話 媽又會試試唸了吧 他不會說是葵小姐 他會說是媽媽 嗯 絕對會生氣 等等 剛才阿姨614叫媽媽 媽媽 這是我剛剛注意到的點 阿姨614 你之前應該是叫媽 葵小姐吧 那是因為 媽要我這樣叫她的 不 媽媽已經相信她是哥哥了 變這樣的回答 前一刻痛快跑步 時感受到充實與滿足全都不見了 這樣不行 這樣下去媽媽會開始分不清真人與替代物 哇 接下來可能要跟媽媽有一場大戰囉 好吧 那大戰就留給下一次好了 我們這集就先到這邊吧 感謝大家收看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喜歡 還有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把你的想法 在下方的留言區告訴我 那麼 我在光眼睛的冰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